政府昨天再度调整口罩顶价 从每片二令吉下调了五十仙到一令吉五十仙 这让一些商家大感吃不消 因为之前他们所买进的货源 成本就已经超过了一令吉五十仙 马来西亚药剂协会发文告全力反对新顶价 他们要求政府给予一个月的宽限期 让他们先把手头上的货源卖掉 另外网上也出现一些西药店表示 决定暂时不卖口罩 从4月1号起口罩顶价为每片一令吉五十仙 马来西亚药剂协会连同沙巴沙拉越药剂协会 发出联合文告全力反对这项宣布 他们也对政府在宣布前 没有事先和利益相关者洽谈 深表遗憾 文告指出 当政府在3月21号宣布口罩顶价为二令吉时 许多西药店业者开始向厂商买入口罩 成本比二令吉稍微低一些 他们也已经付了定金 货源预计会在4月份抵达 到时会有更多的口罩在市场流通 估计能缓解口罩短缺问题 不过才相隔九天 政府又在检讨顶价 调低到一令吉五十仙 这位西药行 进口商 批发商 甚至是制造商 带来困扰 政府这项宣布 导致他们完全无法赚取丝毫利润 甚至还要做亏本生意 在东马 如果包含税务或运输费 一些商家所买进的口罩 成本要价甚至是一令吉九十仙 文告强调 他们并非要以售卖口罩来赚取庞大利润 西药行在这段疫情蔓延的非常时期 开门做生意 也属于为民服务 尽社会责任 他们只希望政府在口罩顶价的问题上 至少要重视业者的困境 不要忽略他们 他们建议政府考虑先给予业者至少一个月的宽限期 让商家先把已经送抵或即将送到的口罩卖掉 此外 业者也建议政府为蒙受亏损的西药店业者给予补贴 如今随着口罩顶价调低 他们也担心口罩短缺问题将持续 而黑市情况会变得更猖獗 另一方面本台记者发现 昨晚开始网上也流传一些西药店业者 在脸书发文表明他们将从明天开始暂时拒卖口罩 贴文主要指出 这是因为业者所买入的口罩成本 远远超越顶价 他们实在无法承担亏损 NTV7综合报道 主要指出